这家银行倒闭的时候资产有3000亿 最后摩根大同只用了19亿白菜价就成功收购 我一直很好奇 为什么十几年来都没有人把华盛顿互惠银行挤下宝座 2008年次贷危机 为什么美国那么多银行偏偏倒的是它 肯定有它自身的原因吧 说话也很戏剧 它是在它119岁大周的当天宣布倒闭的 那个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 它为什么会倒闭呢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银行倒闭事件 说起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倒闭银行 很多人可能会说那不是雷曼吗 雷曼是投行 这里说的是银行 要知道华盛顿互惠是怎么倒闭的 那就要知道它最开始是怎么崛起的 1889年在美国西雅图发生了一次火灾 这次火灾烧毁了西雅图中心的49公顷的土地和25个街区 那里的居民急需一笔贷款来解决燃眉之急 于是在1889年9月25号 就成立了华盛顿国家建筑贷款和投资协会 这个就是华盛顿互助银行的前身 9月25号这个事情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它最后也是在9月25号倒闭的 这一天成立 这一天倒闭 命中注定 从1890年 也就是它成立的第二年 就开始提供了住房抵押贷款 100年前就开始做这种房贷业务了 1930年收购了第一家银行 当时陷入财务困境的大陆共同储蓄银行 自此之后 它陆陆续续收购了很多不同的银行 不同的公司 业务范围也是不断的变更 名称也是不断的变化 一直到1994年 才变更成现在的名字 华盛顿互贿银行 从20世纪的890年代 华盛顿互贿银行 开启了大规模的并购和扩张之路 银行的CEO克里基林格声称 他们要做银行界的沃尔玛 银行界的星巴克 他们的扩张思路也是很清晰的 第一阶段在华盛顿州内 进行区域性的收购 第二阶段是在美国西部和中西部 进行跨州收购 第三阶段是在美国东部和南部 进行全国性的收购 举几个例子 1996年收购了加州最大的储蓄银行 美国储蓄银行 成为美国第三大储蓄银行 1998年收购了新泽西州 最大的商业银行 大西银行 进入东部市场 2001年收购了芝加哥最大的商业银行 迪美银行集团 成为美国第六台银行 2006年收购了加州第二大商业银行 汇丰金融 加强了它的信用卡业务 通过这一系列的收购并购 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呢 华盛顿互惠银行一下子 就从地方性的银行 申请到了全国性银行 当然啦 主要它还是做一些房贷业务 然后也做一些车贷啊 信用卡业务 商业贷款等等 在倒闭之前 它是全美最大的储蓄银行 美国第六大银行 又有2400多家分支机构 3071亿资产 188亿存款 4.3万名员工 那华盛顿互惠银行 究竟是怎么永胜转衰 最后倒闭关门的呢 转折点是发生在2003年 在这之前呢 他们对房地产贷款风格 是比较谨慎和保守的 就是你要提供收入证明 证明你是有还款能力的 它才考虑贷给你 2013年以后呢 他们的态度是 直接转了180度大弯啊 明确要大力发展 高风险的贷款 也就是次贷 并且呢 要把这个作为 银行未来的发展目标 为什么呢 以前在美国买房子 是需要首付20%的 同时你要有 很好的还贷信用记录 因为这两个基本条件 或者说是门槛吧 美国的房贷制度 几十年来 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如果遇到 个别还不上贷款的 那银行就可以收到房子 其实很多人 都是达不到这两个条件的 大家都知道 美国人的储蓄率很低 不是每个家庭 都可以拿出房价的20% 来作为首付 也不是每个人 都有很好的信用记录 所以很多人 是没有自己的房子的 在上个世纪90年代 克林顿担任总统期间 为了让穷人 也有自己的房子 美国就发明了 刺激贷款 你拿不出首付怎么办呢 没关系 银行可以提供首付贷 因为是带给穷人 又是首付 所以利息肯定是很高的 但是为了赚钱 有的银行 明知道有风险 也是愿意干的 只是穷人一个月 就得还两分贷款了 2001年 美国互联网泡沫崩溃 加上911事件 美国经济出现了 短暂的衰退 为了带动经济走出衰退 美人储通过11次降息 刺激经济和投资的增长 很快就将美国的经济 代出低谷 而且他们还把房贷 30年定期贷款 利率从8%降到6% 原来买20万美元的房子 月供需要1800美元 现在利息少了 就只要1500美元 所以原本没有房子 那一大波人 就开始上车了 现在要是不买的话 那以后房价又涨了 利率又提高了 怎么办呢 那些原本有房子的人 他也是这样想的 所以有房子的人 也开始换更大的房子 当然了 这其中肯定是 少不了银行的推波助澜的 为了赚钱 他们对贷款的把关 是越来越松的 甚至出现零首付 来带给一些 根本就没有偿还能力的人 一些国外的大银行 比如瑞银和汇丰银行 他们进入美国的时间比较晚 为了抢客户 常常在放贷上 是更加的 常常在房贷上 是更加的大胆的 从2001年开始 因为种种原因 美国的房市 持续上涨了6年 因为有实在在的房子 做抵押嘛 在银行眼中 这简直就是 稳赚不赔的生意啊 有白白花的银子不赚 那都是傻XXX 所以很多银行 都加入了 这次放次贷的队伍里 而百年之前 就以房贷起家的 华盛顿互贿银行 怎么会白白浪费 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呢 所以在2003年 他们就转变思路 本来他们是指服务那些 买房子 并且有还款能力的人的 现在就向下兼容 扩大服务范围 服务穷人 信用不好的人 收入不稳定的人 本来是想接地气的 没想到变成了接地服务 这次次贷危机 有很多银行 都放了高风险的次贷 那为什么规模这么大的 华盛顿互贿银行 却倒了呢 美国政府没有出手救他们吗 可以说 他们的倒闭 是一个必然 因为这个时候的 华盛顿互贿银行 更像是 《红楼梦》里的假家 外面看着是光鲜亮丽 其实都已经是烂到骨子里了 金玉其外 败蓄其中 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呢 就是和他们这个次贷业务相关 为了追求暴利 从2003年起 华盛顿互贿银行 逐渐是压缩了风险比较低的 传统的固定利率的房贷业务 重心都放在风险比较高的 次级住房的抵押贷款上 根据后来的报告显示 2003年到2006年 他们高风险的贷款 占总贷款的比例 从19%增至55% 而较低风险的贷款 占比从64%降到了25% 把这些高风险的贷款 贷出去之后呢 他们是不持有这些贷款的 转头呢 就把这些贷款 卖给了房地美和房利美 房地美和房利美 再把贷款打包 才分成一小份一小份 做成金融产品 理财产品 卖给其他的投资客 在这个另一条中呢 每个人都是有好处的 对于银行来说呢 他卖掉债权 一来呢 可以马上收回现金 再把这些钱拿出去放贷 空手套白狼 二来呢 卖掉债权就相当于说 购房者是和房地美和房利美 借钱呢 就和银行没啥关系了 直接转移风险 以2005年的市场收益为例 以次级住房贷款抵押 为底层的资产 给华盛顿户货银行 带来的收益呢 相对于各类的低风险房贷 为底层资产收益的10倍以上 那面对这样的暴力呢 谁还有耐心做 以前的这个低风险房贷生意呢 对吧 那对于房地美和房利美来说呢 他们买这个债权 也是可以赚个差价的 反正转头就卖给投资客了嘛 为了风担风险 他们把一个房子的债权 比如说分成100份 来卖给100个投资客 要是购房子还不了钱的话呢 那100人拼摊的话 那每个人赔的也不多嘛 那对于投资客来讲呢 他们是可以通过购买这些金融产品啊 理财产品啊 参与房价上涨的红利 毕竟后期大家都很疯狂啊 房价就和穿天猴似的 不断的往上涨 那除了追究暴力呢 华盛顿互货银行 在发放高风险的刺激贷款时呢 标准也是极为的宽松 只要你想贷 我就贷给你 不需要你提供任何的收入证明 一般我们办个信用卡什么呢 都是要填收入信息的 那这边办房贷居然不需要 除了标准宽松呢 他们还存在贷款造假的问题啊 早在2005年倒闭的前三年 银行内部啊 针对贷款质量审查就显示 在加州刺激住房贷款抵押 比如贷款的合约和接款的资料 填写错误 信息遗漏比较多 贷钱的审查程序不安整等等 那为了短期内 快速的大量发放次级的 住房抵押贷款 他们是通过和第三方贷款中介合作的 倒闭的时候呢 和他们合作的第三方贷款机构 一共有34,000家 而银行自己啊 只配了14名全职的工作人员 来负责审查这34,000家中介的贷款资料 平均一个人要审查24,000家 好,那既然银行的刺激贷款这么的混乱 那公司的管理层不知道吗 他们为啥没有处理呢 这个就要说到倒背的第二个原因 就是银行内部的风险管理和内部制度 我们从前面就有提到 华盛顿互惠银行从90年代开始 就一直收购并购其他的银行和企业 但是他们并没有把这些新进来的银行也好 企业也好 做一个有效的整合 按照道理 收购竟然就要用统一的信息系统 统一的风控政策 统一的标准 可惜华盛顿互惠银行并没有这样做 这就导致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放出去这些贷款的真实数据 更不可能对这些贷款这样进行有效监督了 当然了 这些不合理的现象背后的原因还是人 他们有一个畸形的薪酬体系 从员工角度来说 不管是银行的信贷业务员 还是合作的第三方贷款发放平台机构 他们的收入是取决于贷款发放的数量和利率 你放的数量越多越好 利率越高越好 反正就是一直放一直放充业绩抢客户 至于能不能收回来 他们才不管呢 从管理层来看 他们的收入同样是贷款发放的速度和数量挂钩的 收入是高到离谱 根据后来的报告显示 2008年9月8号也就是银行倒闭的前几天 银行的CEO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克里·基林格 他离职的时候依然获得2500万美元的薪酬补偿 他为接任者因为接手了CEO的位置 直接获得750万美元的任职奖金 所以对于银行内部的乱象 管理层都是睁之眼闭之眼 任期到了就拍拍屁股走人了 贷款收不回来 那和他有啥关系 华盛顿护卫银行倒背的第三个原因要从外部说起 首先是流动性引发的大面积挤兑 就和今年3月份的硅谷银行暴雷一样 2018年的7月 印第麦克银行被接管的消息让储户彻底慌了 华盛顿护卫银行被挤提了100亿美元 9月15号雷曼兄弟倒闭破产 在雷曼倒闭后的8天时间中 他又被挤提了167亿美元 在资产大面积违约 并且是无法对付各类债务的局面下 华盛顿护卫银行最终是被监管部门宣布关闭 那天是2008年的9月25号 他成立119周年的当天 那对于华盛顿护卫银行的倒闭 OTS是具有不可推荐的责任的 OTS作为它的主要监管部门 存在非常严重的监管失职 2003年到2008年 华盛顿护卫银行作为OTS监管的最大的处代机构 贡献了OTS监管总收入的12%到15% 在这6年期间OTS发现了多达545处的风险隐患 但是他们不下调监管的评级 就是知道你有问题 但是依然给你一个很高的评分 而且管理宽松 从而没有对银行采取一些正式的监管强制措施 知道你有问题 但是我只是提示你 不要求你整改 2008年7月 银行倒闭的前两个月 OTS内部已经制定了 针对华盛顿护卫银行问题的风险化解方案 但是这个方案是直到银行倒闭前一周才发给对方 你说你自己不救吧就算了 OTS还阻止FDIC去救 OTS是监管机构 FDIC是存款保险机构 根据法律的授权 FDIC也是有一定的监管权的 比如可以开展现场检查 调取核心的信息和数据等等 而且FDIC很早在2004年 就发现了华盛顿护卫银行的风险苗头 但他们向OTS提出监管建议 就被拒绝了好几次 2006年 OTS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 要求华盛顿护卫银行不得为FDIC 开放核心的信息和数据系统 不得向FDIC工作人员提供经营管理 监管类档案和资料 实在是看不到OTS的迷子操作 直到我看到了这一段话才明白 原来两家的关系其实就不太好 互看不顺眼 银行倒了没关系 但是FDIC做什么 OTS就一定要来拆台的 不过在这次次代危机之后 根据多德弗兰克法案 美国重组了金融的监管体系 解散了OTS 它的职能一部分是交给了FDIC的 所以这次的鬼谷银行倒闭 我们是只能看到FDIC看不到OTS了 最终的FDIC是促成摩根大通 对华盛顿护卫银行的全面收购 接管它的存款和部分债务 存款保险基金没有花一分钱 相反作为交易对价 摩根大通支付19亿给FDIC 作为对其控股公司WMI的补偿 摩根大通那时候应该是没有想到 15年后他又要再次扮演这种 接管倒闭银行的角色吧 这次的倒闭事件 除了华盛顿互惠银行本身 那谁的损失最大呢 那时候解决办法就是保储户 物保股东和其他的投资者 这也为后续美国银行倒闭 也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案例 各股银行的倒闭 就是参考了这次的解决方法的 其中持有债券的机构 损失了大约300亿 TBC等一些资产管理公司 私募机构的投资者 就损失也比较大了 TBC一共是投资了20亿 那一下子就亏了13.5亿 没死 但是掉了好几层皮 可以看到 除了有自带危机的大环境之外 华盛顿互惠银行内部自己做事 只求暴力 管理混乱 信酬制度不合理等等原因 其实是百年的银行 也难逃倒闭的命运 它倒闭的时候 还有3000亿的资产 所以一直是坐在 第一的宝座之上的 那么以后会不会有 其他银行超越它呢 那么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